好 今天是名將臺北市議員初選領表登記的第二天 其中呢 勇言會展現了團結氣勢 四位議員 擬參選人一同是來到臺北市黨部來進行登記 那麼現場就看到議員阮州雄他也陪同現身 展現了母雞戴小雞的精神 強調要把好人才送進市議會 至於屬於這個綠色友誼連線成員的擬參選人陳唐伯 他帶著助理出席 面對初選 他同樣很有信心 加油加油 雙手交叠畫霞加油 勇言會市議員你參選人不願而同穿上芥末皇外套 合體來到民進黨臺北市黨部領表登記 過去這段時間我們確實很努力 希望可以推動就是一個好的政見 而且好的一個政策平台 我們希望未來如果我們四個有機會當選的話 一定要在臺北好好的加快推動 我們臺北市的都市更新 民進黨人才積極 我相信會是最優秀的 能夠帶領臺北市重返臺北的榮耀 立平黨內初選有信心 四人同框重申市 大哥阮昭雄更帶頭助陣 站在正中間喊口號 即去年級宣布不連任市議員 阮昭雄全力輔選提起後備之情 不言而喻 共同來聯合登記 那我們希望我們這次所推出的 臺北好政連線的四位候選人 可以在公平公正公開的出選底下 能夠來勝出來代表民進黨 直線登記過程中 阮昭雄全程緊盯還時不時提點 可是比自己出站還good啦 而另一頭綠色友誼連線 其實好像就弱了點 帶著助理大安文山 擬參選陳唐伯同樣選案登記 第二天來到市黨部登記 少了綠色友誼連線成員站台 依舊不減信心 心情就平常心態 那我們現在就是按部就班 繼續衝刺 我跟何志偉委員這邊 我們有成立了北區後援會 所以我想當然我們在跑基層的時候 聽到最多的也都是陳時中部長 並問到誰最適合當綠營議員們的領頭羊 陳唐伯不忘力挺衛服部長陳時中 而隨著舒逞時間接近 黨內各派系積極爭取最高支持 這是陳明華宋曹一 特別報導